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在皇室中充滿著勾心鬥角 對於妃子而言 若是能得寵 自然榮華富貴加深 生活不必憂慮 但遭遇冷淡對待 則宛如打入冷宮 不僅沒有幸福生活 連基本的衣食住行都無人照看 其實這兩種兩極對待的情況不只在妃子的身上有所體現 就連在公主和王子的身上都會上演 最近 日本皇室中的愛子公主 因為成人禮商沒有擁有個人皇冠儀式而備受關注 但看過愛子的經歷 我們才知道 原來她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比想像中的更多 出生於2001年的愛子公主 是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唯一的子嗣 她出生的時候 德仁天皇已經是皇太子 和雅子結婚多年 一直沒有孩子 因而她的出生對於德仁和雅子來說非常重要 在她出生的時候 日本皇室一直沒有男性其成人 不管是當時的皇太子德仁 還是德仁的弟弟文人 都沒有兒子 因此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她都被當作未來的日本女天皇 可隨著文人親王生下兒子幽人 日本皇室的氣氛就變得微妙起來 因而 就算德仁成為日本新的天皇 愛子公主也不是繼承人 說到愛子 就不得不得提到 她成長過程中的諸多坎坷 或許是因為母親雅子歷經波折 也讓她遺傳到了母親的壞運氣 小時候的她肉嘟嘟的 被日本全國人民喜歡 但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不和諧的聲音開始出現 從幼兒園時期 她就開始被好事者批評 稱在鏡頭面前不自然 臉色僵硬 以及沒有公主風範等 甚至還有同學不斷排擠她 所以她的學生生涯過得並不順心 而為了消化情緒 她開始頻繁請假 結果被人得知後 非但沒有得到同情 反而批評她不學無術和任性 這樣的批評並沒有結束 因為她長大後 沒了小時候的經驗 人們開始對她的長相大作文章 媒體更是公開叫她史上最醜的日本公主 鋪天蓋地的嘲諷 一度讓她患上了厭食症 哪怕到了今天 她依舊還在遭受部分人的績效 還有宮內的不公對待 生活的十分疲倦 按照日本王室的規定 20歲才算成年 所以近日她也即將迎來自己的成人禮 作為德仁天皇的獨女 本該擁有大約2000萬日元保底的成年珠寶津貼 如今王室卻對此閉口不談 既沒有繼承權 也喪失了奢華的成年李珠寶 不少網友開始為她抱不平 認為厚此薄筆實在說不過去 因此也有人認為她以後不會在王室擔任重要角色 甚至會淪為邊緣成員 而這件事讓民眾氣憤不已 因為無論怎麼說愛子都是王室的核心成員 還是嫡公主 不該遭受如此待遇 此外 還有不少媒體猜測 她的珠寶費其實是令阻他用 很有可能是去貼補真子了 真子大婚當天就失去了一切王室頭銜 跟小事歸一起淪為平民 然而宮內廳卻不放心 執意扮演仆人的角色 甚至還花費了巨額安保費 對此 網友認為 王室根本沒必要大張旗鼓 保護兩個平民百姓 應該給愛子留下更多預算 而到了愛子這裡 哭哭嗖嗖 又是延期 又是取消珠寶費 很多網友覺得根本原因還是日本王室經濟困難 當年《真子成年》裡的皇冠 由皇室御用的銀座荷光城市 價值2857萬日元 其妹妹家子更是開了公開海選設計方案的顯理 最後挑中的皇冠下值2893萬日元 雖然都是公主 但級別不同 像高原公家的公主典子 爺爺是昭和天皇的親兄弟 從那一輩開始就算旁之了 她20歲成年李氏的皇冠 只能是1522萬日元價位的 而在皇室一群公主裡 其實只有愛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主 其他人只能算郡主 照著等級規格嚴明的日本皇室規矩 她的20歲成年李皇冠 級別應當是高於所有公主的 而由於名人退位 德人登基等系列典禮儀式 已經花費過不少預算 加上德人弟弟文仁成為皇寺 文仁一家的生活預算 一下子從原先的一年3050萬 調整為9150萬 為了節省開銷 德人夫婦還主動要求 把愛子的皇冠預算控制在3000萬 結果到了現在 索性決定不定制新皇冠了 因為確實如網友所說 當下國庫非常緊張 無法再播出預算給愛子定制皇冠 而不定制新的 就意味著成年李的時候 需要借用其他舊皇冠 皇后級別的不能用 位分懸殊太大的公主皇冠也不能用 所以愛子能借用的選擇下很少 也就真子、家子這兩位親唐姐 以及親姑姑、親子的可以用 而近日皇室也終於放出消息 稱愛子的成年李當天 將借用姑姑、親子的舊皇冠 而親子作為老天皇夫婦唯一的女兒 她的成年李皇冠 按慣例應由國庫撥款定制 但因為是國庫撥的款 皇冠的最終歸屬不在公主 所以當公主成婚、脫離皇籍後 就得歸還皇冠 不可當私人財產帶走 於是名人夫婦決定使用 他們的私房錢給女兒定制皇冠 也因此親子出嫁後 皇冠可以隨她一起帶去婆家 這次姑姑將她的私人皇冠借給子女愛子 也讓許多關心皇室家庭內部矛盾的民眾 鬆了一口氣 說明親子與哥哥德仁一家的關係 比想像中要好很多 此間值得一提的是 當年德仁三兄妹由母親美智子親自扶育 但德仁作為嫡長孫 未來是要登基當天皇的 所以唯獨她一人從上學開始 就必須接受帝王教育 文仁和妹妹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下成長 與母親的關係更親密 兄妹感情也更好 親子的夫婿就是文仁介紹給她的 過兒婚後沒有孩子的親子夫婦 一直最疼愛文仁家的兩個女兒 即真子和家子 婉子大婚時吃喜 她還僅挨著侄女真子 至於愛子則坐在較遠的位置 對比下來 現任天皇德仁 從做皇太子時起就顯得有些孤立 這也許早就為愛子如今的遭遇 埋下了伏筆 母親美智子偏愛愛兒子 連帶著偏愛愛兒媳 加上德仁與雅子婚後多年未有生養 這種偏心就更加明顯了 就算愛子後來出生 這種情況依舊沒有改觀 而且在文仁夫婦誕下皇室 這一輩的唯一男丁後 這種態度越發明顯 德仁登基時需要舉辦相應規格的儀式 弟弟文仁就藉著性格直爽 公開批評有些儀式屬於破張浪費 太花老百姓的稅金 德仁倒是儘量注意縮減了 轉身輪到文仁自己 她因身份變成皇子 一家四口的生活預算 也長至一年近一個億 即便如此 姬子妃還抱怨保鏢數量不夠 車子檔次不夠等 只因為她說自己的兒子可是未來的天皇 然而在這之外還有更浪費的事情 文仁一家居住的工地要進行維修重裝 需要33億日元的預算 而且維修期間的臨時住所費用高達10億日元 這與文仁先前批評哥哥登基典禮花錢太多的樣子 判若兩人 而到了愛子這一代 對比她與優人的生活區別對待則更加明顯 眾所周知 在日本皇族中有著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優人是他們這一代人中唯一一個擁有皇位繼承權的人 所以宮內廳也會看風使舵 2013年8月的時候 愛子在參加一場皇室活動時 首提了一個某名牌的首包 當時的價值約為3萬日元左右 而這樣的舉動招致了民眾的謾罵與質疑 甚至有民眾質問愛子公主為什麼不能購買國貨 她這樣的行為是不愛國的行為 雖然當時的天皇名人和美智子皇后 並沒有對這件事情做出過多評價 但一位宮內廳官員曾表示 名人夫婦確實對孫女的這個行為感到失望 善於見風使舵的媒體 甚至對這件事情進行了添油加醋 並發表了一篇署名為《雅子的金錢觀》的文章 文章認為 愛子之所以有這樣奢靡的念頭 完全是受母親雅子的影響 可以說是對愛子公主充滿了敵意 結果換到優人身上卻又成了另一種態度 近幾年 宮內廳會為優人定製意大利奢侈品牌的西裝 作為皇室的未來 宮內廳一共為她定製了三套良神定做的西裝 費用大概為200萬日元 據說 優人一條領帶就花費了約為3萬元人民幣 而且由於她正處於生長期 身體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 所以良神定製的衣服下一年就要重新定製 對於宮內廳來說 覺得將3萬日元花費在愛子身上造成了極大浪費 而為優人支付200萬的西裝費用卻沒有一點心疼 經此可見 雖然愛子貴為嫡公主 但待遇仍比不上繼承人優人 而除了這些不公待遇 還有媒體傳出愛子的婚姻將要被包辦的消息 如今 隨著真子完婚 日本民眾的關注點也開始轉到愛子的身上 其實 愛子上邊還有一個未婚的姐姐 也就是家子 家子今年已經27歲了 按理說應該更受關注 不過 因為她早年的各種負面行為 加上如今又被爆出已有一中人 所以關注度還是落了愛子一截 鑑於真子挑選平民做夫婿的做法 日本皇室也很擔心愛子的選擇 不過慶幸的是 她至今都還沒有戀愛的跡象 這可能和她一直以來內向的性格有關 根據媒體報導 現在的日本官方職員正在向相關人士諮詢 看有沒有辦法讓舊公家男子恢復皇籍 而舊公家恢復皇籍的方法之一就是與皇室公主結婚 愛子自然也就成了合適人選 另外 日本皇室如今正面臨著繼承人嚴重不足的處境 如果她始終都能保留皇室身份 甚至為皇室補充繼承人 對於日本皇室來說 也是樂見其成的 只是可憐愛子生來20年 似乎一直都在別人的目光中生活 而且也無法做主自己的命運 但誕生在日本皇室的那一刻 就已經註定了一切 只希望她能在接下來的日子中能過得順遂一點 也希望外界對她少一些貶低和譏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